刚刚YouTube我们下载一首音乐 我们来做剪接的动作 那一样要先打开这个Google Chrome 上网 线上剪辑 线上剪音乐的网站 那在网址列的地方 打mp3cut.net 讲语有 有 讲语有 真天有发 mp3cut.net 线上剪辑 线上剪音乐 然后进到这个网站之后 你要先把音乐放进来 所以点这里 中间这里 选择档案 好 找一首歌进来 那我们的歌曲 我刚刚放桌面上 在那下载 下载这里有个新花开 mp3 那我找mp3这一首 等一下我要剪一段副歌 然后当我的这个手机的铃声 所以我要一段就可以了 好 那打开来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声波 你要去听听看哪一段是你要的 这边是 play 播放 你可以移到你要的 听听看 比如说这一段 好 这一段 好 这一段 好 比如说这一段 好 就是比较熟的这一段嘛 好 刚好一段落 好 那这一段我要 所以头在这边 左边是头 右边是尾巴 所以把这尾巴这一段移到这边来 好 移过来 有没有 好 这一段就是我要的 好 那突然间很大声很奇怪嘛 所以这也是淡入 淡出 好 一个淡入 一个淡出 再听听看 由小声变大声 好 结束的时候也会有大声 这一块 好 这一段我要当铃声 那我选好位置之后 我就按这个 CUT CUT 剪掉 他就剪那一段 留那一段 给我前后就不要了 好 框悬范围就是我要留的 好 然后按这个 Safe 是储存 好 把它存下 就下载下来了 这边 好 左下角这边 好 点勾勾 好 在资料夹中显示 好 他有个MP3 CUT 有没有 这剪过的 好 我们再听听看 就剪副歌了 有没有 马上就是唱歌了 他就没有那个前奏 好 那这一段我就可以拿来 放到手机里面设定铃声 好 手机的电话一来 就会出现这一段 这一段歌 好 来 试试看 先剪音乐 来